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 主持人海涛已经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海涛 你好 宇文 是 海涛我们今天要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个 或许大家都很感兴趣 也很想知道这到底是假还是真 这是环球时报最近写了一篇报道说 美国之音 就是他说美国之音要取消 要放弃对华广播这个消息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很关注 先来跟我们谈谈 环球时报这个消息 它的来源在什么地方 那么它主要的报道内容 又说了些什么呢 它的来源是一个香港的一个英文网站 叫Asia Radio Today 那么这个网站呢 是几个这个媒体人吧 主要是从以前BBC过去几个媒体人 他们创办的一个网站 那么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是 它这个网站呢 在8月6号发表一条报道 它的题目就是说 在以后呢 就是只有 北朝鲜 就是朝鲜 和这个缅甸的 有这个短播的听众 这个报道题目就这么 这么样一篇 然后它提到了 就是说 美国之音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 BBG呢 就是国际广播局 他们决定 就是今后可能要减少 这个短播的这个广播 但是这篇广播呢 通篇没有提到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 不知道怎么 环球时报呢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是 美国之音要放弃对华广播 所以这里头呢 有一点这个就是事实上的一个出入 是 我们知道 实际上根据你刚刚说的 这个Asia Radio Today 这个机构 它的这个报道 这个网站它的报道 它是说 这个美国之音还有自由亚洲 最终只要保留对缅甸 朝鲜 阿富汗 还有中东国家 一些国家的报道 那么其他将不复存在 所以环球时报从此就推论出 美国之音要放弃对华广播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你刚刚也跟我们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Asia Radio Today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 很多的在中国的观众朋友呢 从我们知道在今年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对国家广播局 未来的一些决议案之后 大家都很关心 美国之音接下来会怎么走 能不能跟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段历程 其实呢 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报道 它说是要停止对华广播 那么这个广播呢 它把它局限制一个 就是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一个短播广播 实际上在美国之音 就是它的上级主管单位 叫国际广播局呢 它在去年10月 成立了一个新的单位 这个单位叫什么呢 就是研究美国之音这个短播 整个美国的短播广播的将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它就是 这个委员会呢 它在去年10月 得出了一份结论 推出了一份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呢 它特别提到 它说不要以为 现在广播只是 有短播这么一种形式 比方说有中播 有这个FM AM 还有卫星 还有有线传输 还有互联网的传输 等等等等 它说这些平台呢 往往能抵消掉 以前短播那种缺陷 比方短播 音频不稳啦 播音质量比较难控制啦 收听不容易等等 那么你换到 它当然还有这个电视 电视也是它强调的一个平台 那么还有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社交媒体的大爆炸 它用的是大爆炸 这么一说 那么等等等等 这些平台呢 将会弥补很多 这个短播广播的这个部族 那么短播广播呢 也是不争的事实也是 它的确是越来 经过这几年 由于其他平台的发展 收听短播的 利用短播来收听广播的 这个听众 这个受众 逐渐地在缩小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不可否认 BBG的这篇报告 那么它同时也点出了 未来美国之音的走向 是走向一个多媒体的 多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我很感兴趣的就是 当然这个观众朋友 非常关注美国之音的未来 对于《环球时报》这篇报道 我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 注意到了 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反应呢 很多媒体都转载了 那么现在呢 说到《环球时报》的报道呢 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说 它这个题目 它这个标题是有点误导 那么它这个误导是有来源的 就是8月1号 《环球时报》曾经刊登了一篇 他们的特约评论员 叫王德华先生的一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的 非常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 他说 八下美国之音新闻自由的裤子 那么他里头提到一句 就是说 美国之音从2011年10月1号起呢 就停止中文短播中播 以及卫星广播电视 所有的都没有了 2011年10月就所有的都没有了 可是虽然尽管短播 我们说没有的话 实际上我们美国之音的短播还存在 对华广播短播还存在 那么我们的电视卫星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就是依然还存在 不可能从2011年的10月份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两篇报道呢 就反映出 美国就是《环球时报》 它一些编辑人员 特别是一些记者 一些特别评论员 他们对美国之音现在这个定位 一个广播 一些基本的事实 他们没有弄清楚 是 确实 那么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 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在媒体观察栏目里面 就有这个机会 来向我们观众朋友 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谢谢海涛 谢谢 那么有关于海涛 今天的媒体观察的详细内容呢 我们也将为您刊采在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 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